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問一下 歡迎光小林 來 好啦 我先問一下 沒辦法再等你 因為時間很悠閒 一個半小時雖然不是很短 但是很快就過去了 上一組的經驗就是 大家談到最後一罷不冷 沒有辦法結束 該結束就是要結束了 時間到就結束了 好 那我們 我想我們就開始了 我們請我們這位來祈禱 我們這位來祈禱 聽我祝我感謝你 讓我有機會來參與一次 我贏了他的新北家 選教的研討會 我感謝你會聽 來京孫萬一人 我們這位信仰 我知在台灣基督復討會 選教將近百五年的重甘 建立一個社會 無論在關山 無論在海邊 在偏偏的地方 我知道國政社 如果想到你的名字 所建立的教會 在這裡 在選擁想到我的福音 我們感謝你 這位想到你對我們台灣人 會聽 今天這個福音的情緒 又在這裡的四川 在規劃 台灣是在經選的 我們在這個福音的信仰 我們知道我們有要緊的情緒 所謂 以後我們請出一份 請出台灣基督復討會的情緒 百五年來我們的信仰的前輩 在教會裡面 建立一個一個制度 給我們討論 這些制度的參選 我們如果比較先 是教會歷史的過程裡面 所遇到很多的問題 在這裡來採討 一個發揮 很少的我們 尊重的一個典型 大家討論上去在討論我們 因為我們知道 世代的恩兵 我們鄉鄉民對 這個體責發揮的時候 我們就要重心思考 他尊重下世代 下教會 憲主席 所面臨很多的問題 的一個需要 讓我們這組 專門要來 歡喜 還是大家來討論 分享 我們在這個體責裡面 的圖形成人 所遇到的困難 可以分享在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對你那裡 性情的感動 在我們所有人的心中 對我們所說出來 可以幫助我們做好的歡喜 讓我們再建立一個好 對我們所說的體責 來臨一個福音出港的推電 台灣全面的時間 擁夢在上去的心中 祈禱 可主要所給的名叫 阿們 來 請坐 萬代的騎 好嗎 我們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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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譬如 我想我們要先介紹一下 跟我們介紹 因為我們有很多人 少了一十年 我先...我... 待會兒要講的時候 大家自己介紹就好了 不然我靠時間 OK 解釋了就沒有 要講的時候 講什麼就好了 我先來介紹 好 我們知道我們台語記錄到以前 昨天有貼桌 我們處理事情都需要貼桌 所以這個貼桌 剛才說是 到底是一個縮箔 還是一個保護 這是很微妙的關係 所謂體字 有那個體才有那個字 東西有貼桌而已 貼桌是有什麼 貼桌是有那個貼 我望那個貼 讓你做得好嗎 所以不然畢竟有貼 沒有貼 那貼就沒有貼 所以我請問我們這個來時刻 當然說就是貼桌的情況 要怎麼說去 要怎麼說去 來 請問聽我們的意見 我想請問 現在青年人 因為我們是長輩才教會 都已經提供那個體制 體制跟那個制度 我們是比較清楚是說 他們現在有這個問題嗎 他們有體制上的問題嗎 然後我們可能要對話比較好對話 如果他們就沒有問題 他們就遵照我們的體制 那我們又再另外再談 不曉得 青年代理 我是比較想要先知道 就是你們想 就是先說說看是不是體制 因為對於這個部分 後才可以做一些回憶 對 因為對這個比較不太了解 我們會覺得比較吊貴 我這兩天在聽 就是說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大專生認為說 教會應該 教會是不是應該要有大專團契 還是說我們應該是屬於中貴 這個問題現在就會卡到一些問題 就是說我就在想說 如果我們教會本身有大專青年 那我們才有大專的可能性 團契 但是如果我們中貴 他也有大專團契 那我們的青年是要送去大專團契呢 還是把那一些大專團契 都拉到我們的教會來 這就會產生也有一些問題 但是這個前提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我們教會的青年 都外出去外面讀大專 我們本身就沒有大 不可能每個禮拜有大專的聚會 因為他們不可能每個禮拜回來 那在外地的 可能比較靠近學校的教會 他們就有 沒有回來的年輕人大專生 他們就會在那邊聚會 所以我們會形成一種錯覺 就好像說 他們那邊大專的團契做得很好 為什麼我們教會沒有大專團契 那我們鄉下的教會 旁邊沒有大專的 我相信我們要做大專團契就有這個問題 好那現在我剛才提了就是說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教會沒有的話 因為有人曾經來到我們教會說 他們要來參加我們的大專團契 我們說我們教會的大專團契都在外面 人都在外面 我們沒有 所以是我們不重視嗎 不是我們不重視 是現實的問題 那以後如果有的話 我們都介紹到大專去 但是他們那個距離 學校跟大專的那個設定點的距離 那個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 所以我想說 想讓大專的企業人認為 因為我聽起來好像說 對教會都有滿多的期待 有滿多的 但是現實的問題我們都沒有去想到 教會實際上遇到的問題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教會現在沒有大專團契啊 也有人跟我講說 牧師我們應該要形成大專團契 我去問他們 我說你們每個禮拜回來做聚會 他們說不可能啊 那有的這個禮拜回來 有的那個禮拜回來 你根本就沒有基本的成員 那不好意思 因為剛才中會那個部分有點模糊 沒有聽到 就是對於中會要有大專團契 還是教會大專團契 不是現在就是說剛才有人講說 是不是我們的教會 就是以後由中會來統籌 那這個問題就是體制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法規裡面講說 我們的團契 所謂的團契就是認同 然後我們就歸屬於這個教會 由這個教會的小會去管理 那當然不衝突的 就是說中會當然可以辦很多活動 聯繹的活動 聯繫上的活動 但是他不可能說 歸屬到變成中會的 不可能啦 這是體制上的問題 所以我不曉得說 那以後說那孩子越來越少了 就都送去中會就好了 送會由中會來管理 但是不是 我們的大專團契 是各教會系由小會來處理 就我的了解 初期的了解 是 這邊所說的大專團契 應該是指說 在那個學校所聚會的 學生叫做那個 所屬的大專團契 所以可能我們像高雄就有一手 然後文藻還有很多 但是他都是以學校為單位 那各個學校的團契 固定會在教會裡面聚會 對 有些是在學校 那有些是在外面找一些場地 那 有些如果就是 各附近的教會有 就是 我們跟他 就是可能工作者去跟他們談的時候 那他們說可以 可以做這個配合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去那邊聚會 對 那 可能 各教會的大專學生的部分 可能就是還有 可能 如果還有的話就是 在教會應該會是我們所謂的青年團契 或是學生團契的部分 對我想說如果是各教會 應該是來參加這個 是不是 對 因為像我們教會的話 我們教會有 有學生青年 那青年就是社青以上 就是大學上都叫青年 那就是沒有留在教會的 就是留在教會的大學生 那一樣就是 參加青年團契 那我們教會有幫助海科團契 來我們海科 就是海科團契 海科長青團契 然後一起來到我們教會聚會 這樣子 那就是我們教會的一個現況 對 那其實我是覺得 應該不是算衝突 而是說 有時候我們所要牧羊的那個羊 是哪個年齡層 那我們就去做怎樣的一個對策 對 應該是這樣子 那如果對於這個部分 那我們 我們沒有這部分的羊 那我們也 並不一定要 一定要去走這個條路 我們可以去走其他的 那可能神給我們的命定 不是在這個部分 那就只要給有這個負擔的人 負擔的教會去做這個 所以其實那個大專團契 就是大專 因為他現在有屬於教會的 還有屬於那個中會 還屬於那個大專重心的 就是常見團契 對 現在就是說 就是有講到說 期待教會有更多的支持 當然 那是中會會處理得好特殊的 那其他的 你們怎麼會認為說 教會好像不支持這一塊 我不曉得這個心聲是從哪邊來 不支持哪一塊 就是說好像說 教會好像都不太關心大專團契 類似這樣的 因為大專團契其實很少在 譬如說我們教會 如果我們沒有在這個教會聚會 其他教會好像都跟我們比較陌生 那陌生就好像是不關心的 或者是不支持的 這個可能是不是要稍微傳達一下 也是 為什麼會關心可能很多層 我是高雄大專的論述師 這是我們的學生 然後我是說可能 大家對關心或不關心的D 是會跟體制連在一起 這可能也是一個問題 在長好教會的體制當中 每個大專中心都是所屬在中會裡面的 所以我們跟中會的關係 其實就是有連結的關係 那這個中會怎麼看待大專的學生 宣教施工就會怎麼看待大專中心 他說有的中會 就像我 有些人不太知道現在大專的狀況是怎樣 像我們所有的匹弟除了彰化之外 都有大專中心 大專中心的方式 這個中會的關心方式 有的是人事經費全部關心 就是提供屏東 屏東就是了 他們是用負擔金的方式 還有加力 加力是用中心幹事的方式 是用中會幹事的方式 是用中會幹事的方式 新竹就是工作者的人事費 所以這是我們13個大專中心 平地的大專中心 唯一有的 其他的都是木房 還有中會的負擔金 高雄和最終就是各50萬 那台北七星跟松山就是100萬 這是不同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可能很難去說 這樣就是有關心不關心 我覺得有兩個東西要處理 就是說可能對中會或是中會的目負 我們地方教會的牧師 怎麼看待大專中心的定位 或是這個大專中心目負的定位 這是一個比較顯示 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感覺有點尷尬 因為青春有時候說 我們在九歲、五歲的時候 我們有社會 不及到社會的關係 有時候會有一點緊張性 那個重組關係 或是說是平等關係 或是同學關係 有時候要去移青組 所以那個所謂的關不關心 或是所謂的有沒有體制上的問題 這個可能是兩個層次 一個是感受的問題 一個是這個中會的制度問題 制度面怎麼看這個事工的重要性 提供怎麼樣的資源 那怎麼樣去連結 那中心或是大專中心 必須提供什麼樣的責任來去回應 這可能都是體制 那可能又有部分是人的部分 人的部分 對那個人工的關係的部分 同工關係的問題 也有可能是一個關係 這個緊張關係是不是要請松 老師講一下 就是說那個我們的工作者的產生 不是從中會來 是從另外一個體系來 所以會造成說 那個體系來的 如果 所以這個就很掉 這個就是說 大專中心的工作者 其實兩個層次 一個就是這個大專中心的部署 有可能是從中會來聘領 像我就是 我就是 我們大專中心就是 對我們的部位去聘領我 所以我沒有用中會的民選方式 可是現在總會有一個方式就是去做 因為這跟我們現在真的有很多關係 這是什麼多元 這都有關係 就是當他會選擇 他願意來大專 那就有一個面試 然後面試完之後 他的步驟就是 大專中心需要這個名額 需要這個 比如說各種獎勢 都跟中會說 中會的釋出這個名額 他從畢業生當中去申請 他如果要來大專就來總會面試 然後再去分派到各個中會去 這就是體制的問題 因為這不是一條編 所以他到了中會之後 也告訴他一定是在中會 所以對中會就有一個感覺是 那像是空降 可是對這個大專的港作家來說 我不是空降 我也是經過體制降過來的 可是我又被認為是空降 這這種吊詭就在這裡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要怎麼去 我認為離親處比較重要 就是大家來認知要怎麼去離親處 昨年這個體制我都不知道 可能改變 或是有什麼說明 或是平台 因為我們在open space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這個部分 大家都可以說看看 應該不是 我說的是 因為我是大專工作者 所以我在這個職場裡面 所以我看到就是這個 你的重點 沒有 我回答他就變你而已 就是還很模糊 我覺得不是很模糊 是那個認知的問題 我曾經在大專施工部裡面待過 那個也是也在中會會也待過 然後我是對這個中會的組織裡面 那個的話 我是新竹中會裡面的做法是這樣子 大專施工部裡面的話 有畢竟兩位的那個 全職的目視 還有全職的目視 新竹中會的因為那個距離的話 比較大 從那個桃園到台中厚里那邊去了 東市那邊去了 所以那個 如果要計個會的話 可能說他兩個鐘頭的測試 由北到南 由南到北到南 我等一下兩個鐘頭測試 所以說 我們就是可能新竹的地方 就是分級的區 還有一位牧者就是照顧那個北區 還有一位牧者就是照顧那個中南區 目前是這樣子 那個分配 還有那個是有專職人員 那我們的清會裡面的話 有第一個大專施工的貢獻簽集 那就是有那個中會裡面的話 各個教會裡面 都有那個 所以說牧者應該是沒有碰碰的壓力 那再來就是那個 那個目前的推展的話 也是因為牧者推的話 可能他的對象的養群就是 學生嘛 在學學生嘛 新竹的話 大型很多啊 新竹中會裡面 鎖屬的那個大型很多 青椒大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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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個 遺留的協物很多 所以那個 所以那個 那個 目前 因為 人口也 那個 人屬成長的話 也是比較緩慢 所以 也覺得說 大專的施工畫面 也碰到批評 那再加上說 語言的問題 然後 再加上 我們現在 學生的話 不一定是彰化教會的 有很多那個 那的話 姿態 那個的話 其他的姿態也是 他們學生 他們是那個 那個同校的 還有是那個 那個 在托一個團器裡面 所以說 可能他們那個 那個 牧者的話 就變成說 帶過去的話 到時候 這個教會的也可以 所有的意見都進來了 那 意見進來以後 我們這個長老教會的那個 牧者變成說 一定要好好地保持住 我們的長老教會的傳統 我們的那個 傳承是什麼樣子 不要的話 給他走偏了 那 不要說 到時候 那個 那個長老教會的牧師 在那邊 那個 牧羊那個 這個團體 結果的話 最後的話 楊起雲跑掉 其他就歪去了 所以說 這個的話 也是一個 牧者的話 一個那個 挑戰 最近的話 碰到的 問題就是這樣子 語言的話 確實是 語言的話 確實是很大困擾 那個話 這個 剛剛的話 語言可能是另外 另外對地方 他已經有討論過了 那 待會兒我們就聽一下 總結什麼樣子 語言西的話 剛剛 竹林澤的話 也在這裡 他那個話 所以說 那個話 等一下應該是有結論 那 想的話 年輕人的話 最大的特色 年輕 活力 學習力強 變成說 在 在教會的這個 那個 補音的工作裡面 可能的話 就是 那個 稍微有幾點 盡量學習 因為你們有 最好的 力氣 有最好的 學習 那個精神態度 你們有了十分錢 所以說 可以說 盡量的學習 不要放棄這個機會 這樣 我們著重在大專 目前還要在大專 那在舊體制上來講 在我們的總會裡面 有一個大專施工文會 我們有那個大專的幹事 是 黃螺英牧師 黃螺英牧師 就是教師職就派到中會 對 派到中會 所以各中會有一個大專部 那像家中的大專部是很特殊的 因為他人事費用是在大專部 整個是屬於大專部 工作者也是屬於部員 是結合起來 那現在台北中會 那七千中會是聯合起來 我們每年 變一百萬的預算又奉 紀念組織奉獻大概總共兩百多萬 四百多萬 兩個中會加起來總共四百多萬 還不夠 他們的預算要六七百萬 所以還是要募款 還是要募款 所以在家中 他沒有這個支度上的問題 沒有所謂工作者跟大專部的一個緊張性 在台北中會就會有 大專部還有工作者 工作者他自己有一個team 有一個team 那這個制度上要如何去做一個 怎麼講呢 好的一個溝通 變成是一個主力 而不是一個助力 這是我們要認識的目前關於大專工作的一個制度 那還有一點就是關於大專部跟親人部 是很接近的 剛才恩森牧師也提到 他們教會是親人團體沒有大專團體 我想一般教會都是親人團體沒有大專團體 那現在大專團體一般都是屬於校園的工作 長親團體才有大專團體 當然有些教會他臨近大學 他有著大學生他有大專團體 我記得好像和平教會成績也是有 所以教會是很彈性的 我們在我們的制度底下 在長職會底下要再設立另外一個比較現況的一個 所謂的大專團體現在是可行的 我們有法規並不是說不行 是可以的 那每個教會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我們在 現在我們知道說現在的體制 關於大專專團體制是這樣的 在這樣的體制下 運作有沒有什麼分難 有什麼需要去說做一個很少等的地方 因為我們這一組是體制的 最近在傳道委員會有意到一個事情 就是某個中會的大專工作址 就是要送給傳道委員會 這樣不適用 但是這個不是大專 不是大專中心 是透過中會 中會的傳道部 透過中會的傳道部是展大 然後接著說 你大專申請也沒有通過我們中會 你現在不要了 要我們中會來收拾 所以當時就給傳委會 所以一般來講 你至少傳道師太太去 你至少要工作三年 你做一年就不做了 那就要送回到傳委會 重新分派 所以當時我們傳道委員會 就做這樣的事情 去這個中會 你傳道部跟大專工作址 你大專委員會好好好好 來思考一下怎麼做 所以我們在想說 有人在建議 就是體制問題 就是大專工作 還是要透過中會來申請 所以不是大專中心 直接存起來 就我了解 現在的大專 比如說北中和清中 叫做北區大專 那北區應該說北區 這裡不是那個教會部道的 他有改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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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忘記了 北區 北區 北區啊 北區啊 北區大專 北區大專好像就是說 他在總會的 在我們的體制當中 有一點 到底是 比如說進來 沒有透過中會進來 透過北區大專就進來的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要買奉募 要奉募 不是要槓算嗎 在北區大專可以槓算 不是在中委會槓算 後來現在新中 就在找我們北中獎 現在這非常新中 就是說 北區大專怎麼才敢槓算 槓算的人應該 應該這個很奇怪啊 這應該是中委會來槓算啊 因為北區大專在我們的體制裡面 有一點 不曉得是屬於哪一個 所以現在七星中會醞釀就是說 把這個槓算 拿回來中委會槓算 所以希望北中比照辦理 有一點這樣子 這樣有道理嘛 哪國聽一聽的有道理 因為北區大專好像在我們的體制裡面 好像是什麼 不知道 所以我想說好像這是一個 現在存在的一個狀況 這個尊請的問題嘛 就是說應該歸屬中會 應該中會來尊請 不應該從大專中心直接尊請 這個是可能 不然就沒辦法 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像我們知道申請就是 我們是直接在部會提出 部會是中會底下的一個組織系 是部會 所以部會提出申請後 他也是會讓中委會知道 所以這個部會到底有告知 是用另外一個叫 因此